應該是生完了啦 這時候月子座完了嗎? 應該還沒 所以你的月子座好多一半 對啊 真的耶 所以我覺得第一大農莊回月子座 無神如月子座一半 出來主持金鐘 點頭關鍵曝光 其實最早開始 就是大家來問的時候 1月的時候錄過年節目 然後我還跟他們說 沒有沒有啦沒有啦 就就有了 然後2月的時候發現懷孕 我真的本來是不知道懷孕 然後2月多 接到這個要約 然後那時候想說什麼什麼 所以你看猶豫好長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 對也很不好意思讓他們等很久 我才有一個回應 懷孕7個月的Sandy無神如日前宣布 接下第59屆金鐘獎節目類主持棒 但電力時間跟生產時間非常相近 就是到最後最後一刻才 才終於趕接這份工作 對所以其實滿真的是很緊張 它等於算是一個 醫療產業與娛樂產業跨界的合作 就是不斷的confirm說 到底是當行不行 量行不行 我之前有稍微分享過 就是我第一胎的尾巴是比較辛苦的 所以那個時候醫生就有建議 我說我尾巴真的是要更小心 跨界合作確定 這位孕婦或是產婦到時候有是OK的 然後我們好 那我們才來接這份工作 醫生的建議就是說 希望我們當天結束之後 可以好好休息 這時候月子做完沒有 應該還沒 哇 最後一半 對啊 真的耶 所以我覺得 第一大農莊回月子中 什麼 而且比較面後月子邊記這些 皮瑣碎的行李 對啊 對啊 你要開會什麼的吧 好啦 就算了 我本來就覺得主持人不是一個節目的重點 就是大家要看的是所有來的明星 然後大家的這個過程 然後當然大家都會講說就是年度盛會嘛 所以每一個人都很用心準備的話 就是我真的就其中一個小螺絲 那就把自己的螺絲算好 那你被罵了對不對 他會如果真的 那怎麼辦 我也沒辦法啊 那我就月中再多住一個月 從月中心這樣出來 老公是可以接受的 嗯 對啊 好像就 對啊 我想一下 因為下禮拜還有記者會嘛 下禮拜還有金鐘記者會 我 給我一個禮拜 我這一題不錯 我想一下答案 那後來知道你懷孕了 他們有 他們的反應 就是要開會 反正anyway 現在就是 對 孕婦寫真拍了 就已經是一件真正要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就好好的預備 然後我相信我們猜會過程 就是也聽到他們有非常多的預備 我真的覺得很放心 我們就好好的